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節 不要為自己積聚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 能受壞 有賊挖掘孔來偷 只要積聚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受壞 有沒有賊挖掘孔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 你的心也在那裏 向這個方向走 盡量以不浪費人家的時間底下去跟從 一方面是打開自己 讓別人幫助你 另一方面是在你能力範圍下都參與這個復興 參與幫助成為你領袖的糧水 或者你領袖可以在真理上控制你 但你可能在侍奉或在教會工作中可以幫領袖買飯盒 或者駕車車人 或者幫忙做MW天線的衣服 甚至在旅行當中維持秩序 或者幫人買抗泉水 或者幫人帶路 有很多這些 甚至有些你會幫人探路 或者喝著去旅行 你去探路 其實你記住 你一邊就要看你如何尋找幫助 而不會拖累別人 煩住別人 冤住別人 根本不計較別人的得失底下 去成長 你的成長都不能夠說應該要叛倒別人 或者拖累別人 但相對你在成長過程當中 記住就不是說我成長了 才出來侍奉幫忙 不是 在石安教會當中有很多崗位 你可以付出 為甚麼呢 因為等你成長完的時候可能又太遲了 因為石安的港道自問 你多久都聽得了呢 如果你剛剛接觸我們教會的話 因為偏偏都沒有重複的話 你就有時間聽 所以變成這樣搞法就不是大件事 所以變成一定要相管齊下 就是你的心思 神會欣賞的 神會欣賞你的心思就是你找到自己幫忙的崗位 而不是說得在這裏 拖在這裏 你也不給我崗位 那就不做了 這些是你的站嘛 教會的站嘛 領袖的站嘛 你回家石安這麼多年 你也不做的 那搞法呢 對呀 人家做了 你變成了人家的阻力 人家當你是啞鈴 他肩負你 被提的時候他得到更多獎賞 因為你是啞鈴 但問題是你因為啞鈴 直接扔下去 當被提的時候 哥哥向上你就向下 這就很大件事 所以在過程當中 既然你知道現在 你有這個有利的條件 有利的條件就是 每一個接觸石安的人 其實是神安排的 但問題在過程當中 你現在就要進入第二個有利的條件 就是你使到這個條件有利 就是怎樣接觸石安的時候 能夠 讓石安的很多層次 方面去幫你 因為人家幫你的時候是一個 所謂一個互為的關係 所以當人家去幫你的時候 你也認識了別人 也會因此而觀察到 這間教會需要的幫助 需要的支持 你就在那裡去支持 以及幫助 而實際上在我們教會當中 基本上 回來石安 在我們當中 如果不斷的話 那你甚至可以上升 可以真的在裏面得到幫助 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見證 不明是可以在那裡問 可以參與很多的科林活動 變成是有好全面底下 如果你掌進得快的話 這個系統設計出來 就是每一個頂子媒 她想掌進可以掌進得很快 但相對 也不會浪費資源 因為當她掌進得快的時候 她也會在這個科林裏面 變成一個主力的助力 不論她的見證 或者是她的參與 她也會成為主力的助力 我們盡量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有盡量的可能 在科技 或者我們人力物力的可行下 盡量能夠栽培到更多的人 這就是石安設計的系統 所以變成你越尋找幫助 即以正確方式尋找幫助 不是死前爛打 拖累人的方法 那些人家怎麼找你幫忙 發覺找你幫忙 隨時都搞過這件事 但問題是 你在一個 真的懂得深思熟慮的掌進底下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你主動的 去尋求幫助的底下 所以變成你是很內向的人 真的要改的 你主動尋求幫助的情況底下 其實你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會看到很多你能夠參與的崗位 當然你願意付出的話 這個崗位有很多 多到你懂得去投入 這個社區的話 你會找到的 多到你可以用完所有的時間 你甚至是一個全職 我現在有家庭主婦 又不需要找工作 你也可以全時間投入 正在你想想 你進入科林或者甚至擁有了科林的編號 你根本在日報已經可以留言 在座載 你已經可以寫你的感言 你可以在科林中寫關於主日的感言 只是你那個感言 你就會知道 導致你的掌進 你已經開始第一步掌進 就是你的表達 你會發現你的思維方式 速度 你對真理的 認同 共鳴 以及你對真理的 組合和執行 並且 消化與表達 全部與時並進 就我講你 寫30篇這些感言 之後你就已經覺得 你知不知道 這些是什麼 我再問多次 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在外面的教會 你翻了50年 都沒有辦法發展的 屬令因此 這些就是你 在天上表達的機能 會出現 你會發現是很超前的 很多的思維方式 以前你一直都沒有發展 就是因為聽 主日的訊息 或者災災 你聽多幾次 然後才寫 這些感言 你會發展30天之內的 弟兄姊妹 是人家半個世紀都不用 只以 亡塵莫及的思維 掌進 就會在這30天之內出現 明白嗎 所以你看 外面的教會 在外面 他聽了災災 怎麼留感言 根本沒有戶口 他怎麼在主日留感言 留了感言 別人又不能看了感言 跟他分享 教回去 明白嗎 所以就是差那麼遠 所以其實在我們當中設計了很多東西 就算被災災多 你只留感言 你的增益 都已經是外面 回教會半個世紀 也不用止以學到 30天而已 是吧 總之按照石安教會當中 所帶領你 給你 寄一些的做法 其實那個 你會發覺 你開頭可能寫幾十粒字而已 那謝主意 就是幾十粒字 但是你肯定 沒有多久你會發覺 幾百粒字都表達不了 你想表達的東西 你記不記得 這個就是你有生之年 從來沒有想過的進步 這些進步 你記不記得不是你的才能 我千萬不要有驕傲 我真的有天分 看我多榮耀 不是 那是你發展了一個 印詞 這個印詞就是你懂得在屬地上 表達了屬靈各樣的 學習 並且更要吸收得快 這個也將會 永恆變成你天上的機能 發展它 明白嗎 在未能夠可以 因此運作 趕鬼 醫治之前 開始發展這些 這個就是我講的 就算你根本現在信了主意 回到教會十年 二十年 你從來都不想主意 是敢言的 從來都不捨栽在敢言 那你就要改 因為 你上到天上 可能你整個永生 都不會表達自己的 你在天上是自閉的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 就是如我所說 那個差距很遠的 但問題你有沒有全面發展你所有的屬靈才能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時候的了 即是根基那些 我發展了好高無遠的所有的才能 那真是恭喜你了 是不是 不是的 如果你只是發展好高無遠的才能 拜託你發展一些基礎 做一些 很重要的 每一樣的才能 你都要全面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發展你 將來你後悔 你千萬不要現在生 因為為什麼 發展是在乎你 不過 石安是有給你機會去做 而每一樣做你都會看到那個掌進 神都會介入 超自然去改變你的思維 改變你的意義 改變你的表達力 改變你自己的思想當中 神跟你溝通的方式 教你去understand 去明白一些東西 我想這就算是我們的理解力 都是可以 在超自然當中去掌進 OK 我相信很多特定節目 尤其是寫感然 絕對百分之百覺得 原來你的理解力 是可以超前掌進的 這就是將會成為 永恆裡面 你天上的 才能 是不是 雖然全部這些 不要放過 石安能夠給你一些 無論是基本的 或者是大型的參與 馬大方第六章第十九 至二十一節 不如為自己積贊 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 能受壞也有賊 挖掘孔來偷 只要積盡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受壞 也沒有賊 挖掘孔來偷 因為 你的財寶在那裏 你的心 也在那裏 有賣賣財寶在地上 分享 誠心獻惡魂 時尊 想效法你智慧的法則 嘴吊舊一彎逐思想 掌勢把握光游 愿是黑中天國以朝宣揚 成就了你未以願能保障 全活地上但願更為神現象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